为什么每次都要死这么多人 为什么我们要付出这么多生命作为代价 汉书说汉朝急盛之时 人口是5959万4978人 有灵有整 汉代6000万人口 可到了三国时期 我们的人口剩了多少呢 唐代的杜佑结合三国制陪住 和近代的帝王世纪 也算出一个有灵有整的准确数字 767万2881人 从汉代的6000万人口 到三国时期的700万人口 人口只剩下1八分之一 有7八分之一的人口消失了 隋朝人口高峰时期 正史记载4600多万人 到了唐代建国就剩下1000万人 只留下了1五分之一 唐代开源又迎来了一个人口高峰 4844万 一个安史之段人口拒减70% 剩了1692万 当然正史记载的人口数字 它只是官方所掌握的户籍资料 也并不完全准确 但如此巨量的人口减少 这个数字依然是惊人的 宋元天下一主 北方人口损失80% 明清交替 天下人口也减少了40% 经历一个太平天国 人口直接损失1亿 林语堂先生说 我们的人民已经习惯了忍耐 以忍辱负重 拖面自甘为美德 的确 人们只要还有一线生机 就会默默的忍受帝王的沉重压迫 但当这个王朝被同样的社会问题压垮 击中难返 人民又会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 其破坏力的结果就是天下人口减半 陆王秦蛇兴汉 兴衰制乱 循环不已 数千年秦制度 没有办法跳出黄炎培先生 所说的历史周期律 关系观看 即将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讨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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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论 有点点赚